哈喽各位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张玉飞 不是张玉飞 一说起披萨呢 我相信各位脑海中第一个浮现的品牌肯定是必胜客 但如果我跟你说 必胜客没有我今天要带你去的这家店的味道 十分之一好 你会怎么想 是否会说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在我翻运过许多点评软件以后 绝大多数的回复和评论都说 自从吃过这家披萨店以后 就彻底断绝了跟必胜客的关系 分手吧 我在想这家店是否真的拥有这样的魔力 只需要吃一次 就能让人彻底抛弃必胜客 彻底变成为一个渣男 各位今天就请跟随我的脚步 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它的魅力吧 点了一个是照烧风味 这是招牌 土豆披萨 还有一个点了西班牙风亭肉酱披萨 各位可能不知道 达美乐是一家被称为 被披萨耽误了的科技公司 达美乐在2017年时 他们就已经推出无人机送外卖 移动端订餐 几乎把所有能想到的科技和想不到的科技 都融入了自己的业务道中 2017年的时候我才9岁 那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 未来会诞生一个叫做外卖的东西 会让我身陷其中 体重黄标 让我失去昔日的颜值 谢谢 谢谢 带一个手套 开始动手术 口腔里既有土豆的香香 又有培根的肉香 又有个奶味十足的芝士 三种味道就是弥漫在你的口腔 然后冲到你的鼻子 真的幸福的想让人 原地转圈 满满的蛋黄酱 这个照烧风味牛肉土豆披萨 蛋黄酱就是灵魂 真的觉得蛋黄酱超好吃 虽然它热量暴大 吃进去难免有一只罪恶 但是印下去的圣经 感觉这一切都值得 这个脑也太足了吧 嗯 如果刚才牛肉土豆披萨 它是以甜为主调 那这个肉酱披萨就是以酸咸为主调 会更加的开胃一点 这个真的比必胜特好吃 对吧 OK 非话不多说 接下来 要过还是我的show time 一人一半 感情不散 这边的培根 还有牛肉 这个肉带给我的乐 让我想变成一条狗 在这家店里狂奔 子特 人们常常挂着点面的幸福的人 就是我 距离上次吃毕生克已经是两年前的事情了 大家可以看得出毕生克其实在我心目中并没有什么特别高的地位 但是今天我吃了达美乐以后 是我内心当中已经腾出了一块地给达美乐了 我觉得我日后会经常去回购 甚至说点外卖 OK 那么这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感谢你收看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内容还不错的话 不妨给小张 你们懂的 然后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